今天是狗宝宝第十七天了 有点危险了 昨天一天就流了三次血 今天早晨又流 在家的时候 它可能是牙龈那块难受 肿瘤难受 所以它就可能挠或者蹭 就不断的流血 然后我就给它洗 你看这身上 这身上到现在还有血呢 但是我以为它就动不了了 我一问它出去嘛 呦你看这小尾巴翘的 又把我领到这公园来了 一出来 一出来它也不关注它那个牙龈那块了 所以你看一出来走 它就特高兴 小尾巴就翘 也不流血了 你看看 这样怎么办呢 给宝宝留着纪念吧 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但是就 我刚才才体会到 就是一早晨起来 就得把它带出来 带出来 然后走路去外边 然后它就不注意 它那个肿瘤那块了 它就不挠了 不碰了 可能就不流血了 你看这出来 这出来现在就没流 这一早晨就冲了两次 给它洗了两次 要不都出不来 还甜的 那个浑身都是血呀 有纪念吧 现在今天是星期一嘛 所以有的人开始在家里工作了 所以这个时间 狗狗就少了 你爸爸 你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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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漂亮 你这么漂亮 你这么漂亮 好看,你看 going look good is it beautiful man hello hello beautiful you're doing so well 你看,他一出来,一出来就挺好的。 你看看,这怎么给他做安乐。 你看,他还这么高兴,不能做。 那就得,就得成天的带他在外边,别回家。 那样他可能就不,就不抓那个嘴那块了,就不溜血了。 我试试啊。 好的孩子。 你还觉得我还没办法看,那不是东西。 可能。 对,对吧。 我还没办法看,不算是没有觉。 你不是那样的吗? 我还没办法看,就是这个问题。 我还没办法看,是那里面存叫什么。 这灵灵灵,不是那里面存在了吗? 那里面存在了吗? 就谢谢。 我还没办法看,就是那个吗? 看来他最喜欢的就是在狗狗公园 从家到这得走 穿过好多条的街道 他都记着怎么走 他还有好几条线路 今天是从河边那边过来的 昨天他带我是从那个大公园 从剧场那边过来的 只要他能快乐的 还能快乐的活着 就不给他作案了 但是我也很累 因为他晚上的时候 他晚上的时候 可能是疼难受 他就睡不了觉 那我也睡不了 我也 vamp明á 别闭嘴 现在手在喝门 能量 变化 楼 consideration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